阿彌陀佛 大家好 我是禅松师傅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不同的经典 对于阿彌陀佛的本身姻缘是怎么介绍的呢 首先要介绍的是妙法莲花经 在妙法莲花经当中 他这样子来记录阿弥陀佛 他说阿弥陀佛 阿处佛 跟释迦摩尼佛 他们在过去世当中都是大通至圣佛的 十六个儿子之一 因为修行了妙法莲花经 得到了成就 在妙法莲花经当中 就有这样的一段记录 朱比丘大通至圣佛或十小节 朱佛之法乃献在前 成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其佛未出家时有十六子 尔时十六王子皆以同子出家 而为沙咪朱根通力智慧明寥 以臣供养百千万亿诸佛 求尽修犯恨 求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佛告朱比丘 是十六菩萨 常得说是妙法莲花经 一一菩萨所化六百万亿 那由他混合沙等众生 世世所生与菩萨聚 从其文法西皆信己 以此因人得值四百万亿诸佛世尊 于今不尽 另外一段呢 他是这样记录 朱比丘我今欲如 比佛弟子十六三菩 今皆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与十方国徒现在说法 有无量百千万亿菩萨 声闻以为眷时 其二三菩东方作国 一名阿处 再欢喜国二名须弥顶 东南方二国 一名狮子阴 二名狮子象 南方二国 一名须通柱 二名长面 西南方二国 一名地象 二名犯象 西方二国 一名阿弥陀 二名度一切世间苦恼 西北方二国 一名多罗 我把张檀相神通 二名须弥项 北方二国 一名云自在 二名云自在王 封北方佛 明快一切世间富一位 第十六 我释迦摩尼佛 于苏佛活徒 成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么在妙法莲华经当中所记录的这两段经文呢 最主要就是要表明说 释迦摩尼佛 他在苏佛世界成佛 而阿弥陀佛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 而不论是释迦摩尼佛或是阿弥陀佛 他们在过去生呢 都是大通至王佛的十六个儿子之一 也就是他们是不为兄弟的意思 今天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是禅宗师父阿弥陀佛